接下来带大家看 这个中国最近促成伊朗 还有沙乌地阿拉伯的复交 也引发这个关注 大家会觉得 中国在这里是 跟它有什么关系呢 对 就其实说 大家会想说 这个好像以前美国办不到的 结果中国现在办到了 想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 外交手腕这么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跟中东势力的一些 这个移动 这地缘政治上面的变动是有关系的 我们来看一下 3月10号的时候呢 这个中共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 他促成了这两个人握手 这两个人握手是相当不得了的 一个是沙乌地阿拉伯的国务大臣 另外一个是伊朗的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 他们三个国家发布了一个 三方的联合声明 宣布说沙乌地阿拉伯跟伊朗 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你知道这个伊朗他是 他们伊朗跟沙乌地阿拉伯 他们都是穆斯林比较多 但是呢伊朗他是大部分是什叶派 那沙乌地阿拉伯他是逊尼派 两个这个穆斯林 这两个派别其实就教义上面 就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冲突也蛮多的 那我们大家知道 其实伊朗他长久以来 他是跟比如说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那沙乌地阿拉伯呢 是比较跟西方世界比较友好的 比如说他跟美国啊 英国欧盟 他这边是比较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但是呢他们两个 这个伊朗跟沙乌地阿拉伯 大概2016年的时候就闹翻了 断交 所以说一直到现在才好不容易恢复了正常 伊朗的中东问题专家呢 他讲说恢复这个两个地方的这个重要战略步骤 对于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 是非常的有效的 所以说这个中东一片就是赞扬中国大陆 好棒棒 对 觉得说 对就是他甚至你看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政治学者 他讲说你看中国就是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而且是赢得了中东国家的认同 来看看美国 他对美国的评价就没有很好了 他说什么呢 美国专门在中东搞什么 他说搞这个政治干预 军事入侵 还有什么呢 经济制裁 这些反而是说加剧了中东国家的冲突 你美国人来这边是没有好事的 把他塑造成一个感觉好像坏人的形象 对他反而就是在大力的称赞中国有这个大国的影响力 而且称赞中国的领导人是有所谓的政治智慧 是 完全美国是然后被贬得一无是处 对 但是你说美国被贬得一无是处 其实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历史的这个渊源 是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美国他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 他的重心开始转往到了印太这边来 那为什么会转往到印太这边来 主要一个原因是说 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 美国发生了这个页岩油的革命 那他自己就产了很多的油 所以他其实对中东石油的这个依赖性 就没有以前那么样的高了 所以说他才把他的重心 因为这个台海局势让他蛮紧张的 他就把这个重心转来印太这边 造成他在中东的势力开始出现了真空 所以说这个美国慢慢的离开中东以后 沙烏地对于美国他本来是蛮友好的 结果发现这个关系有点越走越远 那我们再来看到说其实呢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他在中东地区 对一些国家他是会有一些纷争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2014年的时候呢 他反对土耳其担任联合国的这个非常任理事国 然后呢2016年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他们跟伊朗断交了 那原因就是因为说这个 呃这个他们处决了 这个伊朗什叶派的神职人员 反正双方闹得 就是宗教的关系 对因为宗教关系闹得不愉快 在2017年的时候呢 也出现了他跟卡达也不好 说这个卡达的外交危机 好那在这个2014到2017 他做了这么多这个事情 但是呢都还是没有办法挽留美国 继续留在中东这一块 所以美国其实在这个之后 因为我刚刚讲到的是2000年的时候 他们就慢慢撤 就是重心转移了嘛 但是他做这些事情 美国还是觉得 我还是他没有要介入的意思 对 所以说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呢 他好像觉得怪怪的 结果这反而给了中国一个插针的机会 对这个美国他这个退出中东以后呢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好像觉得情势不太妙哦 所以他觉得说你这样子跟他的这个其他的邻居 一直搞这个搞疆 然后这个关系搞坏下去 对自己国家其实也不是件好事哦 所以他在2019年的时候呢 参加了卡达举办的一个足球比赛 关系好像这个稍微好一些了 对坏一些了 然后呢在2021年的时候 他们宣布跟卡达复交 那后来呢在伊拉克的主导下呢 其实沙烏地跟伊朗其实有举办了多次的会谈 在2022年的时候呢 本来讨厌土耳其的沙烏地阿拉伯 哎竟然双方的官员互相访问咯 然后一直到今年的三月 沙烏地对跟伊朗复交 感觉就是不是有一句俗话说什么 和久必分分久必合 可是这个是这个国际社会 国际政治经济外交上面 似乎是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这个朋友 可以运用在这个中东的情势这一块 好那我们来看到 这个其实说沙烏地跟伊朗 他们这个恢复邦交 其实他们当然各自有一些盘算的利益在里头 我们先来看到伊朗 伊朗其实这个他要跟中俄要建立好联系 要突破美国的压迫是一个 不可以再让美国欺压 虽然说他们曾经有好过一阵子 在这个欧巴马当总统的时候 他们有签署一个这个核条件的合约 但后来就是这个川普上任以后整个又变调了 然后呢他也要对北京展现出这个他们的信任与友好 怎么说呢 其实伊朗的缘由是很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的 要不然这个东西消不出去 所以他要维持跟北京的友好的这个情谊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他就是之前跟很多国家闹不合 但是他必须要改变 要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要寻求平衡 要营造他多极化大国的这个互动 另外呢他还要来改变绑定美国的形象 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这个OPEC Plus他减产了 那本来之前呢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其实对美国是蛮友好的 只要这个美国总统说 拜托你增产或减产 他们其实都会顺应着 他们的方向走 但是这一次呢 虽然说这个拜登当然是希望说 这个OPEC Plus能够继续维持一定的产量 但是他们现在不管了 不需要当你美国的小老弟 他们就说减产就减产 造成这个国际油价的这个上升 好那中国这一方面当然是也有他的这个想要获得的利益所在 就是说他要打造一个这个大国的威望 建立这个大国威望 另外一个呢是要这个拓宽中东的这个战略空间 因为这个在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还没有和好之前 他有点被逼着要选边站 那其实这样他选边站对他自己的利益当然是不好 所以说他把两个都搞定以后其实他在中东可以发展的 或者是他甚至可以把他在其他比如说东南亚国家 那些一带一路的这个政策也延续到沙烏地阿拉伯这边来 变得更对于中国企业的投资也是一件好事 再来就是要打造所谓的和平形象 这个其实是他们最近一直在做的事情 比如说俄乌战争也要提一个 虽然大家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路用的俄乌什么 十二点和平主张等等 但是有讲总比默默不讲话没有发声来得好嘛 所以说这个才会有人讲说 是不是沙烏地阿拉伯的跟伊朗的这个和谈 这个复交其实三个地方他们都是有各自想要达成的利益所在 其实看起来中国真的是算是最大利益得者 对没错没错在这个俄乌战目前看起来也似乎是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说有些国家 有些或是应该说一个这个国际的联盟 他就蛮厉害的 他可以跟中国大陆很好跟美国也不错 那我们就接下来要聊的是他就是东协啦 有人翻译成东盟 大陆那边翻东盟 但我们台湾这边翻是东协 他们是站稳这个中美两边 而且他不选边站 而且经济也发展得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他是访问一个复旦大学的这个研究员 叫做马凯硕 那马凯硕他其实是新加坡人 所以他对这个东南亚这边的这个经济状况 也是蛮有研究的 那他就讲到说 其实这个2010到2020 东协的经济是成长的 但是美国跟欧洲这边相照来讲 成长的幅度没有那么的高 那东南亚的经济会好 当然是要归功于东协 我们知道东协的话 总共是有10个国家所成立的 那他是在1967年 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所成立的 那那时候呢 美国支持这个成立东协 但是大陆那时候是 就是反正美国支持我就一定反对嘛 那时候大陆是对东协是不屑一顾 但是后来他的态度有转变 我们来看一下贸易总额 东协对中国大陆跟对美国的贸易总额 在2000年的时候呢 是对中国大陆是290亿美元 那时候美国比较多 1000多亿美元 但是到了近期 2021对中国大陆是6000多亿美元 对美国只有3000多亿 整个是情势是相反过来了 所以说变成 中国大陆跟东协的这个经济往来 变得比美国更为的密切 那主要有几个原因 就是说其实东协就是强调一个实用主义 然后还有一个包容的文化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南亚 蛮多的不同的种族族裔 它对于种族的这个包容 宗教的包容都相对来讲是蛮高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相对弱小 相对弱小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缺点 对不对 但其实它是优点 就是其他大国会觉得还好啦 就没什么威胁 对没有什么威胁 然后它的立场比较中立 接下来的话 它的区域的GDP 其实呢 有被专家预估 2030年可能会超越日本 所以蛮厉害的 当然啊 这个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都想要抢东协 所以说拜登政府呢 他其实在去年有开了一个 这个首场的东协峰会 要拉拢跟这些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关系 但是呢 这个东协的话呢 其实它对于这个南海地区 它其实是有些顾虑的 像是这个南海的九段线的争议 其实各个国家他们的看法就不太一样 还有这个华为的5G技术 这个有些人说什么华为会窃取机密 那有些国家觉得不会 他们都各自为政 所以说其实他们在 他们在经济上面是很一致的 但是在政治啊 国安上面的话 他们是各自有各自的考量 那我们也请到了这个政大外交系的教授 刘德海来替我们分析说 为什么这个中国呢 能够推动伊朗跟沙兽地阿拉伯复交 关键的因素是我们外交讲的 第一个是国家利益有没有交集 第二个呢是这个timing时机是不是恰当 所以说这两个来讲的话呢 都对中国是有利 更是封刺的是呢 这整个中国有利的环境是美国所制造出来的 首先主要是讲这个沙兽地阿拉伯跟美国的关系 因为他原来是美国很重要的盟方吧 但是呢 到了这个奥巴马时代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美国的科技突破 这个油业炎 它可以技术突破 它也可以生产油跟气 结果呢 就这个美国就变成了沙兽地阿拉伯 原来是最大的买主 然后呢变成了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因为美国也出口汽油 汽跟油 那川普时代呢 就他到处去到我们这边 亚洲或各地去 去这个推销天然气啊 石油啊 那实际上就更加重了这个 他们两个对抗的这个情况 关键因素是美国已经连续两届政府 他的政府里面没有这个 这个提拔或者是选用的 学术界的国际关系大师级的人物 他没有 他现在都是职业外交官 而且不是最优秀的那种职业外交官 做他的军师或者是这个 Secretary of State 所以他的问题是美国人没有大战略 如果你就选他们这些职业外交官 有一个问题是 他们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他们讲究的是他是不是可以继续做在这位置上 所以结果呢 他们在推动外交政策时候呢 重视是短期的美国的利益 而不是美国的长期的战略的利益 博士尼斯基特别警告美国 特别不要让中国俄罗斯跟伊朗连在一起 现在不是连在一起了 人家 Henry Kissinger几次跟川普跟拜登讲说 你这个策略不对了 但他们都不相信 到现在还是坚持要去跟中国对抗 那结果现在情况就变成是 中国来挖你中东的墙角 你想要到东亚来跟中国对抗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到底是谁赢的 美国在东亚是表面上好像他占的 占优势啊 给中国压力啊 但是实际上他不能改变地缘政治 中国就是在东亚 东南亚不可能脱离中国 东北亚也不可能走出中国的手掌 那你美国从远地来 你还能够操控多久 所以这个来讲 整个来讲的话呢 这个美中两个超级强权 玩的外交大战略来讲 或者这个游戏来讲的话呢 美国现在具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既输了他传统上 外交最重视的中东地区 又在东北亚或者是东亚 或者现在叫做印太地区 他也占不到便宜 因为他不是这个区域的 地缘政治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嘛 他毕竟在太平洋的那边 离印度洋也很远 那中国是两边都可以靠近 所以说现在就是美国具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好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中国 好像在这个中东地区脚步站的还蛮稳的 不过其实他跟我们知道美中关系 最近其实没有那么的顺利 没有那么的好 比较紧张 虽然说现在比较没有所谓这个开战的可能 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到这个一般的华人 怎么讲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之前的这个气球事件 其实对于这个美中关系又更紧张了 对 可是这个上面比较是这个外交 比较官方的层次影响比较大 没错 但是现在呢 包括他们地方 针对这个房屋寄出的一个所谓的 想要寄出所谓的限购令 其实这个也凸显了中美对峙 而且这个房屋限购力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比较容易会影响到所谓一般的华人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包括像是这个威吉尼亚州 南达 科他州 佛州 德州呢 都是希望可以推动这个限购令的 那加州呢 也是意图来跟进 那这个限购令的内容 简单来说呢 就是针对中国 伊朗 北韩 还有俄罗斯的公民个体 禁止他们购买美国土地 住房或者是房产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几个州呢 其实它分布蛮多的 就是东岸西岸啊 都有 所以其实它不是说 某一些地方比较政治保守会导致的 然后也不是有所谓的这个种族歧视 那他们就认为说 其实这样子的这个一个法案 想要去推动呢 除了凸显中美的矛盾之外 其实包含了这也表示说 美国对于这四个国家 包括加上商业机构 或者是这个个人的严重不信任的情绪哦 而且甚至表示说 其实中国跟这另外三个国家 是没有其他的分别 因为我们知道其他三个国家 其实跟美国是属于 一个比较敌对的状态哦 所以现在中国竟然被列在一起 而且中国其实在美国制惨呢 其实相对来说 比这三个国家还要多 所以他的冲击也会是最大的哦 那当然他们也认为说 其实这个 这也表示说这个地方主义情绪 被激起 导致部分有一些州的议员呢 会把这个中国大规模的投资 看作是一个 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哦 不过当然这个法案要推动 还是会面临的一些困难 跟一些争议 包括像是有可能会违宪哦 因为针对这四个国家 其实明显有一个歧视的倾向 而且其实美国的宪法规定说 其实在这个外商商业这些的事情的时候 地方是没有权利来制定相关的一些法律的 有时候联邦才可以 没错 因为这个层级拉的比较高 另外在身份认定 我们知道说其实有一些人是 中国这个拿护照 但是其实拿美国也有美国绿卡的 这个中国公民已经没过永久居民 还有所谓的华裔美国人 这一些身份认定 也会有比较大的问题 另外像是他们这个法案里面 这个real property里面的这个概念 也非常的广泛 而且牵涉也是非常的广哦 所以其实这个法案要推动上 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知道说 其实除了这个中美的关系紧张 虽然说现在刚刚有讲到 没有所谓实质要开战 但是两边在这个纯枪舌战 还是没有少 我们看到三月的时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他就有讲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实施了非常多的 这个围堵跟打压 当然也为他们的发展 带来了一些挑战 那这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海恩斯呢 他也是这个不相让 也说就是中共代表 对美国国安啊 还有这个全球领导地位 最重要的威胁 这话说的还蛮重的 感觉好像说是 你们真的对我们 甚至国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也有研究员有讲说 其实目前这个美中关系 其实是陷入负面的反馈循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来一往 这个纯枪舌战呢 这也代表的双方其实 是越来越不信任对方的 虽然说暂时没有爆发战争的迹象 但是双方如果一直这样子 纯枪舌战 其实对于分歧也是会加深的 因为越来越不高兴 对而且本来之前说什么 拜登要跟习近平见面 反正最后就是口头掌掌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付诸实行 就闹得不愉快 然后而且双方其实很努力的看得出来 在加强为军事冲突做准备 这个中国非常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核心技术上 提高他们的这个高科技 那当然美国也看得出来 所以他们非常尽力的在唯独 包含就是这个晶片这个出口的一些禁令 等等的其实都是在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 如果大家有印象 其实以前有这个美国跟这个前苏联有冷战的时机 那现在大家就很关心说 美国跟中国会不会进入所谓第二次的冷战 那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他就有讲说 如果美中发生第二次冷战 就会比第一次冷战危险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第一次冷战 苏联跟美国两个国家的资源量 有很明显的不平等 美国是多出非常多的 但是现在的情势 其实美国跟中国两国的资源量是相当的 所以其实他也认为说 这两个国家应该要在这个防止灾难性冲突上 要有一个共识 应该要知道说这件事是我们要防止灾难性冲突的 而且现在华盛顿跟北京已经是成为对手 所以他也认为说 美国不应该指望中国来接受西方的要求 那当然了这两个国家其实关系这么样子的紧张 双方还会各出什么招 其实各个国家都是非常的关心 因为毕竟这是牵动了全球的局势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